近日在CBA公司所公布了各个俱乐部对外援使用优先出约一个名单,除了巴斯、哈德森、福特斯等公宣外援,一个名字的出现,引起了广大仇迷的热议。 那就是山东队的小爱元太,劳森。 从高速南来冲击总冠军最好的机会,球队拥有3万元劳森,莫泰以及丁业旅航。 可是在半决赛中却兵败着枪,引起广大山东球迷无比的惋惜。 可更让大家失望的是球队小爱元劳森的不职业。 在球队成规赛结束之后,为了能得到一份NBA的合同不惜长期滞留美国,严重影响了球队的备战。 在NBA打不上球的情况下,依然利用赛季出于球队之间合同的漏洞,狠狠地敲诈了山东高速南来一比,为了球队能够能有成绩的突破,也是选择了忍让。 在合同得到满足的情况下,在季后赛中倒是打了几场草球,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半决赛对镇浙江的最后一场比赛,谁赢得比赛谁将挺进决赛。 当山东上下雄心壮志的奔赴杭州的时候,劳森却带了三大箱行李,买好了返回美国的机票,做好了输球的准备。 只为了赶,上NBA的窗口期,加盟NBA球队,最终山东队如愿以偿地输掉了比赛,而劳森带着几百万美金迅速返回了美国。 如今在NBA已经彻底打不上球的劳森,积极地寻求加盟CBA的机会,在他看来CBA是真正的人傻钱多素来,可是山东队的这一招彻底击碎了劳森的美梦,这真是山水轮流转, 不得不说山东队干得漂亮。